2014台南藝術节压轴之一 知名舞蹈大师马克莫里斯首度来台 就给台南许多惊喜 除了带领同名舞团在台南各地 为影法族与帕金声势症患者 开设舞蹈课程 今天下午更事到 佳琪女中与舞蹈班学生面对面教学 因为以前没有就是这种经验 然后我觉得超兴奋的 觉得其实他们上课很好 这次舞者带给学生很多音乐上的 一个要求 所以包括音乐中的高低或是起伏 以及快慢的变化 让学生在一个动作练习上 或身体的运用上 都有更多不一样的一个呈现 轻快的舞步 铿腔有力的节奏 学生在课后纷纷表示课程活泼生动 并真相跟老师们合影留念 因为我觉得 真的很感谢台南市文化局 给我们学校这个机会 因为他把这个国际的团体 助名团体把他引到我们学校 让舞者直接来教育学生 那学生可以直接看到 舞者身体的经验 跟身体的传现 所以学生可以立即的接收 所以我相信给学生 是不一样的一个视觉上 跟学习上不一样的刺激 佳琪女中特教组组长 许琼华表示 首次跟国际级的舞者们 面对面教学合作 对年纪尚小的学生们 是很难得的经验 并肯定市府单位这次的安排 希望台南教学能够继续 跟国际接轨力求蓬勃发展 记者王岐军台南报导 如楼